前天說了接隱地藏的故事全都說了 欠他的起源 起源不太長 接隱地藏菩薩的法源地 故事中的接隱地藏菩薩是真實存在在日本宮城縣 氣仙沼是大島 根據歷史資料顯示 接隱地藏菩薩從1770年開始 就被當地民眾來祭祀 為三尊木造的神像 傳說接隱地藏菩薩會帶領著往生者的靈魂到極樂淨土 因此接隱地藏菩薩是深受值根於大島居民的心目中 但在三一東日大地震的時候 這件事啊 奉至接隱地藏菩薩的地藏堂遭到海嘯襲擊不幸全毀 其中三尊接隱地藏菩薩六尊石佛亦都被海嘯衝走 令當地居民十分痛心 震災一年後 由當地居民及各地的幫助之下 按一下聲音 當地民眾的幫助之下 仲真打造了三尊木造的接隱地藏菩薩 六尊石佛 並且開始重建地藏堂 這時接隱地藏菩薩在當地居民的心中 除了信仰的寄託之外 更成為災效重建的象徵 帶給當地受災戶 一個重新出發的勇氣 同時亦都令到後人記取海嘯的教訓 令人欣慰的是 在2014年在地藏堂附近的雅力堆中 發現了三尊石像 這三尊歷史悠久的石佛 目前是放在重建地藏堂旁邊的舉樹下 相信接隱地藏菩薩以及石佛 今後亦都會不斷守護當地民眾 接往生者的靈魂前往安靜的淨土 就是這麼多 聽人